大家好,我是TEAMNAM 以為大家對紅藍卡、Medicare有任何疑問 歡迎你打電話來626-379-1167 626-379-1167 雖然最近樓市和利率都有明顯的改變 但是買屋頭款最低的要求仍然保持3-5% 即使說買50萬屋最少是萬元的頭款 買80萬屋最少也是4萬元的頭款就夠了 所以頭款不多不要緊 最重要是預先做一個免費的pre-approval 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 大家還有任何疑問歡迎直接跟我聯絡 我是街訊財務貸款的Steven蕭文龍 626-712-9092 712-9092 大家好,又到我們今集的環看今朝風雲人物 上幾集我已經講過一下香港的話壇 接下來這幾集我都會講一下香港的影壇 今天講的人物我相信都是近來都經常大家都講的 剛剛過身的吳孟達先生 他的身評大概都沒有什麼人會不知道 因為他剛剛過身 很多電視上或者網上都有關於悼念他的影集 或者講他的事跡 我都不太多講了 我都若莫不斷講一下他的背景 他是70年代投考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 他當時投考人有周仁化和林領東 當時他在75年的時候已經在無線都開始做配角了 他拍過很多電視劇,不過沒有什麼人氣 他最早的時候做得比較出色的就是民間傳奇系列 直到1979年他做楚留鄉傳奇 飾演蝴蝶花這個角色就開始受到注意了 當時這個楚留鄉的版本是鄭蕭秋主演的 在當時來講,香港的電視劇很多時候都會賣貨去台灣 東南亞,尤其是很多香港的明星人 在當時的年代,一行的劇去台灣都很盛行 當時都會走浮兩邊 當時他還年輕,過了去台灣之後 出現了一件很嚴重的事 當時他在那邊淺易穩,難倒 直到1980年的時候他欠人30萬 然後還要被無線雪藏 當時80年代,你想想他欠人30萬 是挺大的數目 不是現在說多少千萬 他當時都想自殺 後來最後都沒有了 結果都面對自己 他申請了破產 結果四年之後才可以重新做人 後期他最後到無線路繼續拍劇 因為這是他最後最深和唯一的工作 起初的時候他後期拍了一套 我相信周星馳最早期在無線路拍了一套 蓋西蠔俠 他裏面也是跟他一起做 當時都捧紅了周星馳 但他真真正正 紅大紅大紫 不是這一套 是他來紫光湖 跟周星馳拍的 當時這套片 我相信在1980年到現在 相信很多人都還進進落 因為正正色色都是周星馳 在TV時代最巔峰的電視作品 他當時跟他兩父子 做了母妮頭的角色 和對話 直接影響了當時的人民的生活 和當時的電影圈的風氣 當然他們要配合得好 因為一怒一笑 其實要做這些無厘頭的對話 真的要一個人肯做 一個人肯配合 當時的吳孟達都跟他一起做 他們倆基本上是一個 以為當時是一個特別的配合 他做完這套《貪來紫光湖》 然後就開始轉入影圈 在1991年 他終於憑著《天壤有情》 拿到最佳藍背角 也是他人生裡唯一一次金像獎的電影 最佳藍背角獎 在他往後的十幾年 90年代 他拍過很多很多戲 基本上他和周星馳 差不多是拍檔 基本上如果周星馳的電影 例如《食神》 《少林足球》 每個拍攝的電影 基本上是幾千萬 譬如《賭勝》那套票房 收四千萬 破了香港歷年來的票房紀錄 而且在1992年 周星馳主演的五套電影 都包辦了當年頭吳為 其中有三部都是和吳孟達一起做的 而且倒成也令到吳孟達 有一個角色的三宿這個角色 成為一個皆知賀文的形象 證書星馳一叫他三宿 他就會韌韌共 這個動作和他這種行為 基本上是很惹笑和很有趣 三宿這個角色 這也是深入民生的 而且後期2001年 他發少林足球 也破了香港港產片歷年的最高票房 差不多六千多萬 可以說他和周星馳合作 基本上是合作無間的 如果你想起周星馳 一定都會想起他 他們兩個的配合 可以說是一絕 直到90年代尾 就開始適味電影圈 他也減少了很多幕前的演出 亦都關乎他自己身體健康 亦都做少了 但相信70、80後的大家的觀眾 或者朋友 相信對他們都不會陌生的了 可見他的人基本上是大喜大樂 其實可以說 他人生裏面 我覺得他做得最寫實 最好的是少林足球 其實大家都 很多時候都會 捱上了周星馳的角色 但少林足球 他裏面做過黃金右腳 正正是他人生的寫照 就算我之前都說過 他知過紅過 拍過胡提發70年代80年代 走紅台灣 當然他感情生活 我就不說了 因為很多坊間報導 都已經說過他三變婚姻 那些都不說 但是他的年少輕狂 賺錢容易 洗得去 爛倒 正正在少林足球的黃金右腳裏面 當初的時候 起初他年青的造型 正正都符合他當時的人生 亦都是 那個電影裏面都說他打架球之後 被謝賢毆一隻腳 然後就踏踏踏踏 整個人生就跌了下來 他亦都當時經歷了這件事 直到他真的有一天聊到 在電影裏面遇到周星馳 重振同鋒去組隊踢球 正正亦都相映回 他過了很多年之後 在八九零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時候 遇到周星馳 而帶起 或者一起叫做合作無間 一系列的電影 或者電視 令到他不論知名度 或者錢財都回來了 可以說少林足球 黃金有腳 為何說正正是人生的寫字 就是這樣 因為他所經歷的 和他現實生活中 其實差無幾 所以其實我在他的 討論片裏面 除了他之前的笑象 為人大悲歡樂的笑片之外 我相信 他的人生裏面 除了天爵有情 那樣之外 我想少林足球裏面的黃金有腳 相信他人生裏面 第二個 認得他最入神 最貼地 最似他的角色 所以你覺得他裏面的眼神 他不是很搞笑 但是他正正帶起了 他那種 在電影裏面的無奈滄桑 能夠有機會再彈起 不會再重蹈覆絕 正如他過了 有九十年代 他開始賺錢之後 他都不再難倒 重新做人 當然不講他的感情生活 但是他正正在財政裏面 或者他的人生 他很好把握了他的事業 他沒有再荒廢 拍了很多 當時九十年代 我們覺得他很好笑 還有賣座的電影 那 就是少林足球 正正是他人生的一個寫照 我覺得他這個拍得真的非常好 我可以說他 他比主角更主角 他比配角更加配角 而帶入一個主角 三叔達哥 他的人生中 我可以說是多姿多彩 當然他的人生經歷大起大落 可以說是非常刺激 他亦都在他的很多後記 或傳記裡面 都談及了他背後一些辛酸 甚至他婚姻 甚至他所經歷的事情 面對著演藝界 或是他對後輩一些勉勵 正正都是他人生的念力給大家 在他人生中 我們都看得到 我們凡事都應該要珍惜 他就是因為知道 沒有珍惜過他自己應有的事情 而導致他差點一蹶不振 但是人生還有take two 當然生命很take two 但是他的事業又take two 他又好好把握 我相信達哥是比我們這一代人 除了他一個冷面少將之外 還是一個警勢的人物 因為我相信他的背景 都是很多引以為戒的事 他雖然已經離開我們 但是我們相信他帶給我們的歡笑 和他所演繹過的電影 我相信在我們這一代人裡面 心心都還會記住 好了 今次的《環看今早》 《風雲人物》就講到他了 我們接下來幾集都會講一下 香港一些比較出名 或者比較一些令人注目的一些影壇的人物 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雖然最近樓市和利率都有明顯的改變 但是買屋頭款最低的要求 仍然是保持3-5% 即使說買50萬屋 最少是萬元的頭款 買80萬屋 最少也是4萬元的頭款就夠了 所以頭款不多不要緊 最重要是預先做一個免費的 那就可以安心去看屋 大家還有任何疑問歡迎 直接跟我聯絡 我是街訊財務貸款的 Steven蕭文龍 626-712-9092 712-9092 大家好 我是TeamNam 如果大家對紅藍卡 Medicare有任何疑問 歡迎你打電話來 626-379-1167 626-379-1167 本節目是由 完美店Montreeport總店 成績表分店特約贊助 記住是暫時的 我們歡迎你的加入 你好 原味店外賣服務平台 請問你今天想吃什麼 原味店開設了外賣服務平台 每日準時為大家接聽外賣電話 只要你撥打外賣熱線號碼 626-766-7377 聽到這一把這麼熟悉的聲音 跟著說出我們節目的名字 就可以即刻獲得 完美店 贊助 送出的一杯 冰鎮凍奶茶 快點打電話來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賣熱線電話 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哪裏 送到哪裏